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年轻时代有助创新改革 另外社会局长由在民间团体从事富有保护工作超过20年的姚淑文担任 教育局长由汤志明接任 消防局长一职特聘内政部消防署火灾预防组组长莫怀祖出任 兵役局长则由少将指挥官李志安接任 劳动局长由九月府上任的现任局长高宝华留任 有助延续劳工福利政策的推动 我想最重要的除了讲说专业还有公务首手之外 这一次的三大特点包括了民间的人士 还有年轻而且还有创意 那汤局长过去虽然有担任教育局长 那这一次再给他延览 然后进到市府的一个体系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教育的一个体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首手之外 还有现在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听设 因为少子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有多很多的一个空间出来 那汤局长在这个校园EOD规划的一个空间上面 他有他的一个专长 所以说这也是万安市长要借用 他本身教育的一个专业特殊领域 还有未来空间规划的这一个运用 相关的一个人士万安市长 还在持续的征询研览当中 如果说一旦确定了 我们会跟媒体朋友还有外界来做一个报告 那至于讲说在12月25号之前 当然万安市长他也持续的来做这些征询研览 希望都能够到位 林英华委员他之前就说过了 他现在就是以做交接的这个小组窗口的一个成员 把这一个交接的事项给办好 那未来的一个事项 那如何的一个人事安排 那这一切都是由万安市长他的一个权限 确实现在大家都讲说世代要交替 但是我认为讲说不只要世代交替 还要世代提息 怎么样子能够多提息年轻人 让他们增加有公务历练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从这一次的一个人事上面 你就能够看到万安市长 他重视年轻人 也希望利用他们在民间的一个专长 然后发挥到公务系统的一个领域来 团队也表示人选有很多 并没有遇上瓶颈 目前第二位副市长还未定案 接下来会陆续公布 25号之前会持续征询研览人才 尽量达成无悬缺职位的目标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唐市政基金会赶上年度代表字风潮 公布基金会明年代表字新 将重服和期许融入春节礼盒 并邀请艺人谢欣颖担任公益大使 限定版拓年迎春礼盒 和多款精致春节礼盒一字排开 让大家针对需求方便送礼 从可爱应景的日式设计风格 与人气IP马吉猫联名 Q版材生等精美包装产品 认购这些产品都能支持唐宝宝工作 生活自立 感受社会大众的爱与温暖 新年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意图迎春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几年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现在已经陆续解封 所以心是希望说明年 行兴向荣 也会台湾的一个经济 然后注入了很多的火水 所以我们这次是以新这个字为主题 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整个一个春节集结会 让社会大众能够来支持这些批误员工 让他们有工作做 那也让爱卜洛说的产品 能够让社会大众或者企业来送礼的时候 可以多一份文型跟多一份关怀 那我们爱卜洛说的礼盒 那主要是由我们身障碍 唐宝宝的这些孩子来亲手制作 那有的部分当然是结合我们南部的小龙 还有结合我们一些知名的企业来做一个联名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礼盒的不管是制作或联名 让这些生障碍来折纸和来做包装 都是希望说带给社会一种正能量 然后也支持这些生的孩子能够有一份工作 那这孩子事实上很单纯 他们只要有工作赚钱 那他们就说可以来养爸爸妈妈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来给他们这份爱的支持 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春呢 会一起推出一款公益礼盒 叫做Love to You 玉兔银春礼盒 那是由一支宣 还有唐室正基金会的那个工益品牌爱不多梭 还有文创界的插画家麻吉猫 我们再度第二次三方共同联名 那推出这个礼盒 然后我们会将这个礼盒 所就是大众购买的金额的2%呢 我们就会专专给经费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盒礼盒里面呢 不仅是包装着就是各式美味的饼干 还有承载着就是我们对唐宝宝的满满的爱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像刚才刚刚董事长所说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众看到这 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公益礼盒的活动 然后能够将这一份爱能够永续的绵延下去 对希望能够藉由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呢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点亮更多的新灯 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其实可以靠自己的一身体力行 然后去实践更多具有善循环的爱的力量 近期有许多戏剧作品 让人印象深刻的艺人写心影 也受邀担任唐室正基金会年度工医大使 分享与唐宝宝们拍摄影片相处心得 像拍摄那天我记得我们是一早 一大早的时间工作 然后我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群小朋友 然后直接在我面前一个一个都有自我介绍 然后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乐观 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得向他们学习的 就他们不怕声 即便是有一点稍微的害羞 可是他们还是会带着螺片的笑容 然后所以我们拍摄非常非常的胜利 你在笑什么 他在回想那一天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 他们的应该怎么讲 他们就注意到小世界 世界到就是我带了一对非常小的耳环 然后他们就想去接你的很好漂亮 很关注细节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就是 可能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察觉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非常细心 就是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心机 他们就是很简单很直接的去 即便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都能够去表达他们的热情还有温暖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那一天我们是棚内拍完之后 我们又去户外拍嘛 户外这时候其实很冷 因为那个天气有点难绝磨 所以大家就是累归累 可是他们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笑 他们不会觉得累 就是他们就算在累 他也不会跟你讲 你说你会不会累 他们不会觉得 还是一样保持满满的活力 对 基金会公布年度代表字星 期许明年形形向荣 一起挺过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 随着礼盒的祝福传递到每个人手中 同时用行动持续支持唐宝宝们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迎接圣诞跨年假期 松山文创园区特别举办朝东感谢庆的活动 串联多个店家与文创品牌 让民众一探品牌的特色 同时也举办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奖品超过2000个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迎接圣诞跨年假期 松山文创园区朝东感谢庆热闹开跑 集结店家与文创品牌共同参与 还有不少新品牌在园区登场 像是风格店家三楼研制所 开发多种干燥花材植物 搭配各种金属物件 推出了首座圣诞树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体验 这个是我们的松果圣诞树 然后它是用松果做基底 然后再使用我们的永生的素材 像是雪松、橙片、肉桂棒 这些自然的素材 然后去点缀 然后做出一棵有果实 搭建而成的小迷你圣诞树 想要参加的民众的话 可以到我们三楼研制所的官网 然后透过线上预约的方式 然后预约完之后 就可以来现场实际体验 我们的这个品牌呢 其实是花果工艺的饰品品牌 那除了饰品之外呢 我们也有在这边做很多花果的创作部分 所以我们的客人来到现场 不仅可以挑选心仪的花果饰品 也可以在现场做亲自的体验 体验怎么做我们的 比如说圣诞树啦 花果饰品啊 都可以在这边全部享受到 除了体验比如说像花艺作品之外 最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松烟店 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饰品 用花艺的素材 就是花跟果实去做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饰品 在现场可以选择 比如说永生的绣球花 或是果实像是小松果青刚粒 然后也可以挑选五金的素材 然后在现场就做出自己独一无二 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撞款的 自己的专属饰品 其实我以前是念工业设计的 然后我的同一个的创办人 他是念剧场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 都很常接触像这样子 比较一文气息的东西 然后我们最早的相遇 其实是因为都喜欢自然 比如喜欢植物 多肉植物的相遇 然后是想说 它可以结合到生活的方式 有各种层面 那我们透过 其实我们早期在市集 跑了两年之后 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发现很多人会想要 把这些植物的东西 穿搭到身上 那我们就开始接触 像是工艺类的创作 然后才渐渐地把这些花材 做到我们的饰品上面 还有松烟首间的首摇影品牌 有料摇摇茶 以新潮复古 艺术价值和美式幽默感 作为主轴 与本土插画家进行合作 品牌印象让民众有惊喜感 我们就是每一期都会 一期是一个月 我们每一期都会结合 台湾在地的插画家 我们就是会去找这些 相当具有特色的画家 去跟我们的饮料店的品牌 去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联名的图案 就会印成三张贴纸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三家分店 然后这些贴纸 就会分别放在不同的店家里面 然后让民众可以去收集 就是也是促成他们 因为现在手摇影其实是一个 非常竞争的产业 那我们让客人可以有机会 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动力 到我们不同的店家去 就是做一个消费这种动作 我们这一次合作的 这一档画家叫做恐龙的房间 那它是一个充满童趣感的画作 那其实这跟我们前几档的画 插画是差距 就是风格差距非常大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一种 非常色彩鲜艳的这一种感觉 那它这个画家呢 它其实在画这个恐龙 它是画家里有两个 他们也是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是个别代表一个恐龙 那他们其实有在做一些 艺术治疗的部分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在疗愈大人 就是不是是专门为了小朋友 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刚好在这个 我们请画家进来进驻的时候 并没有设限说 他们要怎么去布置这个场景 就这一次的成品出来 其实我们觉得蛮惊艳的 就是很可爱 然后进来里面就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而其实一开始是 本身就是很喜欢画 就是这种小插画类的作品 那这种文创的东西 其实这一两年来 在台湾也是发展得非常蓬勃 然后在网路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台湾的插画家 都是越来越厉害 然后也跟不同的品牌 去做一些不同样的艺业结盟 当然一开始的前几档 都是以自己最喜欢的那些画家 去做邀请 那大概过了两三档之后 就慢慢会有画家自己推荐 跟我们推荐说 他们也想要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模式 很有可能倾向在不是邀请制 会是就是增见 或者是让画家自己来投稿 这样子 我们今年园区的朝东感谢庆 时间是一路从今年的12月1号 到明年的2月28 那也就是从圣诞节前一路活动会 至明年的元宵节 那也是借由这次 朝东感谢庆 串联全园区的所有品牌 一起来参与 那其实透过园区的官方的LINE 8 那只要民众来园区 加入官方LINE 8之后 所有的消费满2500元 就能累积一次的抽奖机会 那我们这次抽奖的奖项 其实非常多 那都超过2000多个奖项 其实从我们进驻以来 这边的艺文的展览 就完全的不间断 然后我们也在这边 其实有逛过很多展 然后来的客人 其实都还 调性其实都非常充满个人特色 跟台湾色彩 也有很多是外国客人 就是刚解封 其实很不容易看到 很多外国客人 就已经出现在中间这个场域 也让我们其实 不管在营收 或在推广我们的作品上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在进驻之前 也有考虑过 就是人流的或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我们 觉得我们的风格 跟松烟有一些些 就是可以match的地方 就像是我们其实走得 很有这种艺术感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让来逛松烟的人 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 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 拿一杯手摇印 然后去看看这间店 长什么样子 然后拿着手摇印去逛 松烟指出 今年的潮东感谢 庆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奖品数量超过2000个 欢迎各地民众来 松山文创园区 探索各家文创品牌的特色 也把握抽奖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许多人都听过 台北的天空 这一首快智人扣的歌曲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首歌的作词人 陈克华 除了是位眼科医师外 还是位诗人作家 更是位斜杠的艺术家 最近呢 他展出以 奇今少年的 50道阴影为题的画展 将身为同志的内心世界 透过艺术创作 呈现在世人面前 画布上的两双脚 用指头挑斗着对方 用隐晦的方式 传达出同志的情欲 创作者陈克华 不只是位眼科医师 还是位创作近40本诗集 上百首歌词的作家 18岁就出柜 陈克华将身为同志的 私密欲望与幻想 转化为创作灵感 透过艺术作品 呈现在世人眼前 那为什么叫奇今少年 因为奇今少年 就是一个 我小时候的脑海中 对于那个男体的一个异象 就是两个男生 骑在鲸鱼的背上 然后那个鲸鱼的背上 在呼吸喷水 那种鲸鱼背上喷水 这个异象应该够清楚了吧 对就是跟欲望 跟性 跟肉体有关系 我画男体 可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这样子很完整地 把它展现出来 特别是男体之间的挑逗 欲望 高潮 然后美 这个种种的都 就陆陆续续在创作 很多人都说 现在同志不都是很公开 或者是说大家都很尊重 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我个人的体验 我认为同志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他们还是 他们遭受的压力 还有特别的处境 其实改善的那种速度还是很慢 所以当然是比以前是好很多 但是他们在看到 有人愿意把自己的 这样的很个人化的性的表达 这么展览出来 他们第一个就觉得说 你很诚实 第二个是你觉得你很勇敢 第三个就觉得 你很不敢戏 创作有时候你会设定 就跟写诗不用设定 但是写歌 你会设定 大家都知道 我写了很多流行歌曲 大概一百多首 可是写歌 它会设定你的听众的 譬如说年龄层 譬如说你要诉求的族群 等等的 那我这些话 基本上并没有说我要为同志而化 并没有 就跟我的同志诗 刚刚有一本《豪鸟挡路》 同志诗选也没有设定他的读者 更希望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性倾向的人来看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作为非典型艺术家 陈克华的艺术作品 都以复合媒材进行创作 从视觉上的需求 以及想象出发 除了绘画颜料 像是猪猪 蝴蝶等装饰品 都能作为艺术创作的媒材 而创作也是他自我疗愈心灵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 大家所看到的都是中和媒材 因为我第一个 我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我画图 就是当然也是从树苗 画石膏像什么都 然后也学过水彩油画 就是那种课班去学这样 可是基本上我没有正 就是不是那种正规的学院出身 所以我喜欢画图都是 不按牌理除牌 所以每一幅画都是中和 就是有牙克力 有碳笔 铅笔 甚至粒可白 然后都有 猪猪其实是大概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 我因为父亲过世 父亲过世以后 就大量写诗 那因为父亲过世以后 我觉得就很难跨过去 所以我就去做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 这样子 那刚好有个朋友他会算那个生命灵数 所以他就用我的生命灵数去帮我 分析我的状况 然后 讲完之后呢 我脑袋里面突然浮现一个疗愈的方式 那个疗愈的方式就是 黏 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做美劳那样子 后来我的朋友在做职能治疗师 他才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的职能治疗 也常常用做这种美劳的方式 就是黏猪猪什么的方式 来疗愈一些病人的状况 所以我就开始大量的去用二手的材料 去粘一个主题 那其实我粘的主题很广泛 但是我今天挑的都是男体或者是人体的部分 来呼应这一次的展览的主题 所以理论上这一次就是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人体的呈现 《奇今少年的50道阴影》 在《星云艺术》展出到12月31号 透过作品引领观者进入属于艺术家陈克华的内心世界 感受《奇今少年潜意识》里的向往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 请在地影像赔礼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由伊甸基金会主办的第九届无障碍生活节在华山文庄园区登场 本届活动是以感官生活圈为主题 借由互动展览与身障者现场短讲 希望让民众体验视觉听觉等感官受限的生活障碍 了解身障者的不便与困境 由伊甸基金会主办的第九届无障碍生活节 于10月28日在华山文庄园区登场 本届活动以感官生活圈为主题 借由互动展览与身障者现场短讲 希望让民众体验视觉听觉等感官受限的生活障碍 了解身障者的不便与困境 有障碍的生活对于生活来说是极其的不便 那也可以了解到身障朋友外出 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不方便的情况下 愿意可以转换心情 就是去同力并且来尊重 努力一起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本次展览共有七大展区 主办方以身障者的角度出发 设计互动式的情境体验 带领民众感受视觉障碍的视野限制 如意使用者的行动困难 以及听障者在生活中辨认声音的方式 拉近民众与身障者的距离 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那么多身障朋友 所以很难去听到他们很真实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透过体验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离他们的距离是更近的 展场中也设置负能量语录区 透过文字与声音呈现大众对身障者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期望让观展民众换位思考 同理身障者的心理挫折 我就发现那些文字都是别人对我出国的话 那譬如说别人就觉得 哇你好可惜哦 拍拍那样怎么会做人 除了生理障碍 身障者也常面临外在环境的考验 由于国内公共空间仍缺乏完善的无障碍设计 常见的人行道 无障碍波道 时常过于狭窄或陡峭 不仅增加身障者的行动成本 也威胁他们的外出安全 最困难的障碍就是 人行道永远都是有阶梯的 会上不去 或者我们的人行道会被占满了机车 很多无障碍通道或是点滴 其实都设在比较远的地方 对于这些行动不变的人来讲 他们都要走很远 或甚至是绕一大圈 有时候甚至根本是找不到 指引就是混乱 除了希望民众多加同理与尊重 身障者与相关权力倡议团体 也呼吁政府在制度规划面 能纳入不同障碍的需求 减轻身障者生活的不便 借此建立友善的无障碍环境 记者谷宇恩 李念廷 陈梦华 综合采访报道 人生下半场 我们的主场计划在12月4号起 在薄皮寮历史街区展出 透过分享首领网红 两个半月的培训成果外 更呼吁现代首领族 勇敢踏出舒适圈 挑战新事物 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开始没有了一个规划的时候 那就会很快说老话 大概台湾80%的人都会跟你讲说我想要去旅游或是环游世界 但是数据显示 大概只有16%的人会把旅游真的变成他们退休后生活的一部分 而有那其中64%的人退休后并没有出去旅游 并没有出去做更多的发展 我们觉得首领族群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有带首领族群他们去二四那环岛 唱Rap 透过这样去协助他们建立起对于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主办团队表示 希望透过首领网红们 鼓励先代首领族走出户外 进行更多的尝试与冒险 也让人们提导思考与准备 退休后的生活规划 其实年龄不应该是拘束你所有 包括外在形象 包括有很多的行动的限制 这个部分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自己突破很多 所以现在有一点点有勇气 把过去压箱底的 大概年龄少个十几二十岁的衣服可以拿出来 我以前其实是一个不敢站在舞台上讲话的人 其实我会面对群众我是会恐惧的 像前阵子就刚好有个机缘 去接了一层主持人 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课程 让我训练可以面对群众没那么紧张 这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上课 给我很大的进步 时代快速变迁 首领族在课地使用上逐渐落后 主办团队表示 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 首领族慢慢地与社会脱节 而最让大众忽略的 其实是当中所产生的臭败感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会遇到 可能爸爸妈妈妈问自己说 手机要怎么用 有时候就是去跟他们多讲 既然他们有兴趣 能够教他们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 这个东西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信心 他们学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 终于跟这个时代有接到鬼了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 首领网红 不停找回自己的人生主场 也为退休生活创造出新的价值 透过这次展览 除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勇气 也为现在首领族的退休生活 带来更多精彩的可能性 记者黄欣梅 林丽恩 台北采访报道 避孕药不只避孕 还可以透过荷尔蒙来改善人体 一块来看公民记者 采访校园性生活 破除避孕药的各种迷思 导致社会大众 对女性性行为的错误认知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22日公布实面上一款 口服释成避孕药 温不认T28摩医定 与有效期限内的药品主成分 含量未达90% 低于原生核准的90%至110%之间 恐影响服用后的避孕效果 消息一出使部分女性 担忧口服避孕药的药效 释成避孕药它主要就是两个成分 第一个是雌激素抑制排卵 那再来是黄体素增加 这个精子游动的困难度 来达到这个避孕的效果 所以当它某个成分的剂量不足的时候 就可能会到不了那个有效浓度 就是达不到预期的避孕效果 事实上避孕药分为 事前和事后避孕药 事前避孕药较为常见 副作用也较轻微 若每日定期服用 可达到极高的避孕效果 事后避孕药则属于紧急措施 副作用因此较为严重 且避孕效果是服用重况而不均 而避孕药都属于医师属房签用药 必须经过医师评估后才能取得 民众无法自行到药局购买 一般我们评估它是不是适合用避孕药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针对它身体的状况做评估 比如说肝肾功能 有没有灵血因子的问题 家族有没有血栓的病史 或是他自己曾经血栓过 那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使用避孕药 此外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于最近一次家庭与生育调查研究发现 20至49岁未曾结婚 且有性经验的妇女 约有9成曾使用保险套进行避孕 然而仅有2成女性是以口服避孕药进行避孕 不过保险套属于物理避孕方式 避孕效果仍低于事前避孕药 女性使用避孕药频率相对低落 源自于社会对避孕药的种种迷思 然而避孕药不仅有避孕的药效 还可以作为调控经济温乱 远发性经痛与筋鞋量大的方式 因为大家想到吃避孕药 可能就是想到 他可能怕自己怀孕 或者是说 他比较想要那只无套之类的 就怕别人觉得自己的心中有比较不减点 我吃避孕药不是只为了避孕 也为了就是 类似像是调整身体体质 然后让我的月经可以比较准时 台湾社会普遍对性 抱持回避态度 尤其是对女性的性 更是禁忌话题 而学生少有管道 参与性知识的讨论 导致多数人对正确的 避孕措施输于了解 呈现避孕药迷思 源自于校园性教育的不足 我觉得大学生的性教育 目前应该是相当的缺乏了 因为他没有课纲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的时候 那像胃宝组 学校的胃宝组 健康中心 应该就需要开设一些讲座 甚至跟同事课的老师去做合作 所以大家一天要避孕药 才会直接联想到避孕 没有想到说他是可以透过 荷尔膜来改善这些东西 这个名称可能会让大家 对他有点误导 所以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 就是老师应该也要 在这一块多说明 就是他有其他的用途 然后让大家对他的观念改善之后 大家才会就是更开放地 去讨论这件事情 台师大与中家宽评 持续合作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再推两款新桌游 分别是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两款主题 也欢迎民众免费下载列印游玩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桌游 台师大与中家宽评 持续合作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透过桌游工作方的举办 再推出两套媒体素养的主题桌游 假新闻查核桌游的设计成员指出 玩家可透过卡片上 所提供的图文线索 来判读资讯中哪里怪怪的 借以学习如何从细微线索中 来辨别真假 标信利益这一款桌游 主要就是玩家会扮演记者的角色 然后会透过观察新闻事件的图片 会得到一些线索 然后最后对这个新闻事件 下出他的标题 那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是 这些题是有可能是有对有错的 只有像是新闻记者在搜集讯息资料 或是阅听人在观看讯息的时候 都一样是有可能有对有错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大家能够透过自己多方观察 然后搜证资料 查证之后 最后才能够得到最精准的实施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家写出来的标题都会很好笑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离奇 但又蛮合理的一些叙述出现 然后可能最后发现答案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可是配上那个新闻事件的图片 就非常非常的合理 这CH03就是公共频道 跟一般频道上 看你想要把你的贴文 发布在公共频道或者是一般频道上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放一般频道 另外一套媒体禁用权主题桌游 玩家则透过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 获取更多的声量 模拟当代新媒体环境 可能遭遇的状况 那我们设计这款游戏的目的呢 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推广公用频道 让大家认识它的存在 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以及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是让玩家们扮演创作者 他们会在这个一般的频道上面 以及公用频道上面去发布 他们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贴文或是内容 会因为一些就是情况的发生 所以它热度会上升或下降 那上升下降就会影响到 他们最后的流量 那最后的这个流量或声量 就会是他们的 或得胜利的这些得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取舍 像是炒作 或者是可能过气的情况等等 那他们就会体验到 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作者 所面临的困境 或者是一些取舍 那游戏的过程中 玩家们可能会逐步的发现 就是虽然在一般的盈利频道里面 可以获得很多 或是很快速的 就是红利或是声量 但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平台的政策改变 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影响 可能就会 它的发生的管道 就会被打压或是局限 那如果透过我们的公用频道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是已经可以被看见的 有保障的管道 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创意 去设计出了两款游戏 然后在这两款游戏里面 我觉得必须很自豪的说 他们做的游戏并不是 我们常见很多人会去做的 套版型的桌游 也就是已经拿现有的游戏模板 把他想要讲的东西塞进去 然后把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频道 把那个配件名称改成 这就是媒体公司 他们是自己从零开始去 做出了这两款游戏 所以我会期待大家 很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试玩一下 台师大也积极将玩桌游 学媒体素养 推广到校园中 受到师生的喜爱 我原先的时候 炳红老师和惠惠 他们带了一组桌游来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 就等了学习的那一堂课 然后惠惠他们带了六个助理来 然后炳红老师来那边 一来就是一整天 然后不管这个刮风下雨 我记得有几次 激容真的是下雨 但是我们的学生 有没有发现 没人缺席 而且大家玩完玩 玩到了 以前每次上课 同学们都会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蛮大的 所以男生有时候上课 他们就会觉得 哦上课 他们就要离人走 可是他们玩桌游的时候 是玩到都已经课 下一堂课都开始 他们都没离开 上到中午了 他们还在那边玩 然后最后他们还会拍照 然后他们赢了这样子 那后来等到每一次上完这个桌游课之后 我就会跟同学们再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在上一堂桌游玩是什么 你要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 对于像这些理工老的人来说 其实那个植入还蛮有效的 媒体素养要深植人心 要进入每一个学生的daily life 那我觉得也许用游戏的方式 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台师大表示也欢迎民众到计划粉砖 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活动推广计划 或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媒体金融计划 申请下载列印游玩 从游戏中来提升媒体素养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且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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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团关心您 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执政团队八年 如何翻转蜕变基隆 甚至成为全国的城市治理典范呢 有出版业者特别将基隆八年的治理经验与做法汇集成书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与天下文化社长林天来共同揭幕下 《未来城市被忘录》从基隆治理经验看台湾正式发表 林天来表示 这本详述基隆蜕变的新书出版时机正好 不但适合各县市首长当选的阅读 甚至能作为中央国土规划制定的参考 这本书在此刻发表 适合全台湾22县市 每一位就任的新任的连任的首长 甚至他们的市议员先议员 甚至立法委员 当然包括要竞选党主席的人 包括中央的这些更不会的 都应该认真读这本书 那么关心台湾的人民更应该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是市长从全球的视角 来看中华民国台湾 从全台湾来看基隆 基隆市长林二昌也分享 八年来翻转基隆这座城市的执政经验 首先是视野角度的建立 不要被既有的框架限制 因为它会决定了你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你用小来看基隆 它真的也不大 就是37万的人口 大概150多平方公里 但你说它大 如果从海洋的视角来看的话 基隆的面积比台北比新北还大 所以在治理一个城市的时候 视野跟视角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困境下 能成功挑战外界认为的不可能 牛昌期盼基隆治理的经验 能带给国人及其他城市更多的信心 我们是希望能够带给老百姓 带给我们台湾其他的城市 或者是包括人民更多的一个信心 也就是在没有任何的一种资源跟条件 这么匮乏的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翻转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可以带给这个城市的市民 带给老百姓一个希望跟未来 还有自信 新书发表会现场还举办交流座谈活动 牛昌强调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基隆提供了大家一个思考的案例 不只是城市规划 在教育历史文化深度上 都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可以提供给其他城市借进 希望这一本记录基隆市政府团队 八年成果的新书 能让大家看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 鼓励更多城市勇于找出 自己的立足点及光荣感 共创理想城市生活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与即将接任环保局长的马仲豪 拜会基隆市议员王显芝 请议有关环保生态及能源等议题 选前即签署拒绝协和电厂 四街填海造陆的承诺书 谢国良重申 上任后仍然会坚持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 绝对不能给市民带来任何风险与危害的立场 王显芝则建议谢国良出席明年初举办的第五次四街环屏专家小组会议 表达基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上任前夕基隆市长当选谢国良特别协同即将接任环保局长的马仲豪 向基隆市议员王显芝征询环保生态等议题 尤其协和电厂四街争议 选前曾签署拒绝天海造陆承诺书 谢国良重申反对对市民安全危害的做法 不过如何兼顾生态与人员 希望向王显芝请议 我一直都认为说大幅的破坏生态 以及作为一个这么靠市区要储存大量的天然气 是对市民朋友的潜在的危害是太过于巨大 所以我一直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现在担任市府了 我仍然要维持跟承诺我选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我会继续坚持我在承诺书里面所承诺的这些对于生态的保护 但是在这过程中如何能够转化成 这个也是可以有能源的贡献在那个环境上 那我是听说显芝哥他是有一些具体的想法的 所以我也希望来跟他就这个部分来共同的请教 对此金融市议员王显芝建议谢国良 能亲自列席明年初将举办的世界环评会 过去几年来 基本上我们比较没有看到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案子上有明确的态度跟表达 所以我想要直接建议谢市长 有可能可以在明年年初第五次专案小组会议的时候 是能够代表基隆市民清楚的到专案小组会议当中 列席发言表达基隆人的立场 谢国良则表示如果时间许可 非常愿意出席表达基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另外王显芝也建议谢国良上任后能推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及设立生态总顾问 全台湾总共已经有16个县市 都有公共政策参与平台的设计 已经有16个县市 但是光谈首都圈的北北基陶来说 就是唯独基隆市没有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是说 基隆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开始形成基隆的i-voting平台 对此谢国良也回应表示 将在上任后积极规划 推动落实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由基隆在地的艺术家北北基青年演奏家爱乐者 共同组成的花乐集文创艺术团队 12月16号首度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以家为主题 引领观众感受年轻艺术家 勇于实践梦想的动人音乐会 钢琴博士李康荣 丹黄管老师王国磷 花乐集文创艺术总监赖惠文校长 宇章志宇 林云廷等多位北北基杰出音乐家 12月16号晚上7点半 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以家为主题 演奏多首动人曲目 很开心 睽违了将近六年 有这样的机会回到基隆来表演 那这一次受基隆市文化局的邀请 很多杰出的音乐家 那里头有包含李康隆博士 他目前是福人大学音乐博士 那同时呢还有王国磷 丹黄管演奏家 也是从凡尔赛音乐院回来的 以及张志宇 张志宇是从法国格拉子音乐院 也是法国目前第三等高 巴黎高等音乐院 还有林云廷等等知名的音乐家 除了钢琴 蓝色钢琴黄响曲 是选自于美国盖西文的作品以外呢 还有长笛的演出 那这场音乐会呢 那将由张志宇高职管乐交响乐团呢 演出几首动人的曲子 包含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冰雪奇缘 那当然呢 我们这次呢 也邀请到新北市的校长的 沙士峰乐团 文人沙士峰乐团 由新北市的校长所组成的 那里头呢 也会演奏几个经典的曲目 包含赛马 基隆市呢 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透过 基隆艺术家 回娘家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 基隆在地的艺术家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 这一场音乐会 也邀请到音乐比赛 特优常胜君 装进音乐科 交响管乐团 将美感教育 融入艺术素养 引领大众 实践生活美学 欢迎有客的朋友 一块来感受这些基隆子弟追求音乐梦想的勇气与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要运用里内资源回收的经费 连续寄住落市民众23年 不是件简单的事 基隆市中山区安平里 利用资源回收所得及地方明代商家及团体共襄盛举下 连续第23年举办关怀老人的东令救济活动 基隆市议员当选人施伟正以及郭美秀和地方上各界热心工艺的明代商家团体赞助下 再加上一年来中山区安平里里长杨荣峰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以及全体志工们努力推动资源回收所得的经费 连续第23年在农历春节前办理关怀老人东令救济活动 帮助里内30多户弱势家庭和民众美务资赠生活物资必需品以及600元的红包 88年开始就办理这个东令救济 我们93年有办理一个资源回收 我们从93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资源回收的这个所卖的经费我们把它累积下来 放在这个年中的时候 记住在老人家 低收入户 中低老人 还有赌基老人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 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最近有一些民间团体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关心我们这些老人 使我们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每次都发放了三十几个人 三四十几个人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在冬令的时候能够来办这个冬令救济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通常在冬天 大家都知道基隆是个英语 然后冬天比较寒冷的都市 那大家比较容易感觉到会有孤独跟无助感 那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礼办公式 来举办冬令救济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里内比较一些失去依靠 或者是一些比较辛苦的人 他们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获得一点温暖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也决定能够捐助一点 自己身边小小的物资 来跟我们安平里的里长 杨荣峰里长来共享盛举 也希望我们这个安平里 每一年的冬令救济 能够越来越丰富 也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 长年以来洋艺员也都是在每年 会捐赠物资 如油 酱油 油 还有米粉 那今年呢我是准备QQ面 总共有32份 跟洋里长共享盛举 那感谢洋里长 也希望他这次的活动 共存圆满 谢谢 包括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 里长和激动市议会议长蔡旺连也都特地派秘书来支持 中山区公所长官也到现场肯定共享盛举这项活动 除了自赠生活必需品和红包给弱势加户民众之外 里长也安排在安平里民活动中心 现场办理易剪头发的服务 里长杨龙峰感谢社会各界的赞助和支持 让里内弱势家庭和民众在农历年前 都可以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 讯息查证 加入 LINE 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My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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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